一个可能会遇到 就是第一个如何按Enter直接输入 因为你会发现 这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就是启动表单之后 假如说我填资料 比如说CCC 其实这都OK了 假设都防呆了 我们试试看 如果输入一个130 假设这个输入-96 Enter 不过你会发现 我Enter的话 理论上应该 一般习惯是直接在这边Enter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直接输入了 那你可以发现 现在Enter 它就跳这里 变成说你要多按一个Enter 或者你用滑鼠去点这个新增 才有办法去执行这个程式 所以按新增 当然这边有防呆 这个错了 删掉 一定要99 这个有错 防呆 把它移掉 OK 那但是你会发现 Enter之后 它还是会跳这边 这边才能够被执行 所以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不可以 更方便一点的功能 就是什么 直接干脆就面试考这个地方文字方块 Enter过之后的话 自动就新增 而不用说还要再按新增 或是多按一个Enter 可以过来 OK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这边出于 这边的话你可能要 因为有同学问这个问题 相当好 因为这个问题也是输入的流程 可以更为的流畅 可是要怎么做 这好问题 然后他说他也去Google一下 发现Google不到答案 对 我说其实有些东西 Google不见得会有答案 而且有答案不见得 你也知道放对地方 哪怕是已经给你了 但你放错地方 它还是不能够walk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 一样就是一个所谓的事件驱动 我一直强调事件 事件驱动 意思说哪一个物件 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要做什么样的 去执行哪个程序 OK 所以特别注意 应该是什么 当我游标放在这边的时候 然后我如果按一下Enter的时候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事件应该是按下按键 而且那个按键 它是Enter键的话 那就帮我去执行新增的这个SURB OK 所以要怎么做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首先的话 我们应该把这个先关掉一下 然后回到VideoBasic 记得在这个文字方块上面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 部件叫Tesbar 4 就是它预设值是Change Change的话这里面资料改变 可是不是啊 我是要当我按下一个按键 按键就是什么 Key Key按下去的话 就是什么 Key按键 被压下去的时候 Key Down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特别注意 我的事件应该要选的是Key Down 当我Tesbar 4被按下去按键的时候 所以你会把你点下去 请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选了一个新的一个事件的话 它也会在底下 帮你产生一个对应的事件名称 它的规则一定是哪一个物件底线发生什么事件 有点像主词加动词 主词加一个发生什么事吧 OK 所以你会发现一定会产生一个Sub 然后它一定是Tesbar 4 它被Key Down了 OK 然后呢 接下来特别注意哦 它会ByValue ByValue就是告诉你什么呢 Key Code Key Code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按键这么多 那其中的话特别注意哦 Enter键哦 在内码的位置是13 也就是如果今天那个Key Code 如果等于13的话 表示它按了Enter哦 所以呢 我接下来要怎么写哦 第一个Key Down 第二个的话 先下就按一个Tab 如果 如果它按了Enter 那怎么叙述 如果按Enter我刚讲过 如果它的Key Code 它透过Key Down 可是Key Down按下去哦 可能会有很多个 很多个那个键盘的位置 但其中一个哦 Enter就等于多少 等于13 我怎么知道是13哦 因为你可以查那个 AskKey Code内码表 反正13就Enter就对了 OK哦 然后Then 然后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Save 意思就是说呢 我希望我按Enter哦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动作 这个Sub 所以我直接把这个 CommandButton1底线Click 复制一下 就是意思说 如果我当按Enter键之后的话 那我就Call Call什么呢 Call 刚刚的CommandButton1 Click 意思说我等同是我按一下新增的按键是一样到的 OK 所以用Call哦 这个方法哦 大家有点比较特殊啦 不过其实道理应该可以理解 意思说 那我按Enter 等同就是我按 按那个新增是一样的动作哦 OK 应该可以懂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试一下哦 OOK 这边设个中断点哦 再把它执行 刚刚的话呢 我编辑完毕的时候Enter 现在已经有反应了 因为它 我刚刚按的按键 1105 不是 所以它跳过 那如果再输入0好了 这Kiko 0的话是96 有没有 就ASKiko内码表里面的哦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按Enter 好 有没有 Enter哦 之前的话是跳到这边来 然后才按Enter 现在会不会Enter 它触发了这个Key Down的这个事件 那Kiko现在Enter是13了 13了 有没有 意思说 哦 你现在按了13 表示你现在按Enter 那按Enter会怎么样呢 我就按F8 它什么 Call 按钮了 所以哦 其实哦 它就跳到上面来了 就去执行 等于同时按下按键的这个动作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看到没有 自动就输入了 OK 然后把刚刚那个中段点拿掉了 如果比较顺畅的话 记得写在这里哦 这边哦 把它拿掉 再执行一下 哎 比如说再来的 111好 反正就随便输入 不知道不知道输入什么名字 反正就ABC Enter 就够OK了 哦 哎 这个功能 虽然 呃 它不是必要的 但是是锦上添花啦 OK哦 如果没有啊 你就觉得 哎 奇怪 我一般程式 习一般上Enter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边 我还要再多按一个Enter 或者多按一个滑鼠 要按下去 哦 这个叫锦上添花 OK哦 啊 我再把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哦 嗯 可是如果那个XBOX 第四个如果说 对 没有输入就按Enter 没有输入就按Enter 也是可以过啊 它一样会等于等同 反正那个动作等同就是 跟按新增是一样的哦 比如说我这边 因为有一个动机机 对 它不会过 它等同是 这边它 因为没输入嘛 算一样了 一样的动作 只是说 就跟我们按那个按钮就一样了 OK哦 有没有 移到这里 也是不会过啦 OK 然后再输入 这样就OK了 那 所以呢 里面的 一一定是 事件驱动 特别之后 一定要先在这边着手 那你要去想说 当 这个testbox 4 它被什么呢 被key down 有没有 里面当然还有很多个 我本来是想说 这边有个Enter 后来发现这个Enter 好像跟我们想象的Enter 效果不一样 所以不是哦 OK哦 那是key down 然后当那个key call 等于13的话 有没有 然后呢 就去呼叫呢 我们comment button e 底线click 的 这一个程序 OK 这样就完成了 其实没什么啦 但是各位可以Google一下 我记得好像之前是查不到了 后来 后来应该是我如果把他放上去 那应该都查到我讲了 OK 因为前面没有人讲 那我放上去了 所以都查到我讲了 OK 所以有些东西啊 没有人没有人讲 那就没有答案了 有人讲才有答案 而且另外有人讲 那谁要谁要讲 如果没有人讲 那出现自己试 怎么试得出来吗 OK 不过有些东西我怎么知道 我大概有 就是我用推理的 key down 如果是13 那我try一下 反正OK了 那就darn了 所以我通常就是根据他一串的这种逻辑 所以我学程式主要是了解他的运作的逻辑 那很多程式就是因为这样的逻辑写出来 而不是说我去背他 我只是去了解他整套逻辑 然后用一样的这种方法 我去把我想要写的东西把它写出来 所以大理是这样这样子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刚刚写的程式是放在这边 OK 第10页的地方 其实程式就是这样子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主要就是你要知道 如果找到那个事件key down 然后如何把程式放在对的地方上面 还是可以共になって 要够以后 居 我们 你